都是过早的选用了属性装出门啊 过早选用了属性装 所以没有太多的 布林克这种很瘦的打法 诶 这个一丝线已经不补 诶 为什么补了 这边也不补了 好 我们看一下选手的金钱 虽然面面很难受 VGAUTS 1500 应该要出黑黄 挑刀有可能 黑黄都应该已经出一配件了 这边的虚空1000了 Levent Leanard1000 这边的THD马上行出就好了 也可能考虑一千飞鞋 飞鞋是方便你刷钱的一个圆拳 有飞鞋之后 你任何装备都会出的很快 不管你什么类型 只要你有这个 一定的AOE 这边上入两个人 TS 忽玩一千的血量 SK Adviration继续在游走中 SK也是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奉献给了天单 根本就不考虑自己打什么钱 有跳到之后 就开始四处跟着大家跳大 跳大 不管你能不能跳回来 这种精神我们是值得学习的 这种精神我们是值得学习的 但这种结果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左边可能要抱一波团 三个老牌英雄 VFP开路 VFP作为一个探照灯似的 过来替大象点探一探头 探一探自己的小龙头 FFP小兵打 点了远程兵 远程兵的级别比建成兵点的多 这个钱要多一些 这边来拆演 BM来护驾 那么天方也没有人过来中路支援一下 都是各打 三级死灵 一级死灵 装备 也并没有先来团战 为了敌把跳刀 未告的钱已经马上 哦 应该是已经够了 我看他 他应该是够了 存了 已经钱花出去了 这边好多人进来 我 天方人全在树里面 挂开了树 漂亮 这边一箭后主箭 没射到任何人 SK放出来大 但是没有办 VP杀到戳起来 FV小兵一个大 招住了谁 招住TS 自己被塔无形的打 这边Lina来一套 然后被阿萨跳出来 做掉 这边追了VIP SK再追他 上路TS还是被两个人给做掉 VIP被插起倒掉 这边死灵术也比较轻轻的打他 想起来被炸死 那么让VGOS下路嚣张了一会儿 漂亮的塔反补了 这波可是没耽误啊 没耽误 又烦不得塔 哎呦呦这个 这边下路V告怎么看 再拿塔 这边谁的飞鞋 这应该不是TP啊 这太不专业 TP也不点塔 这边一刀 两刀 三刀 哎 被兵卡了 四刀 削死了自己也走了 嗑药吧 嗑药 这边下塔可能要顺便来拿一下 估计VGOS不会走 果然是他的性格 捅一下 捅开 再捅开 有兵在这里 进一方 还没有人帮忙 这一个塔 不收塔吗 哎 这个塔被小兵拿了 等也没亏 两个人在追 VGOS跑得比较快 有飞鞋的加成 这边TS回到中路 T一个 再G一个收钱 开C来收钱 完全的不留任何狼 专心吧 好 这边粘上了 阿萨阿萨的血 现在是960多点 多点 还没有出家腿 这边 这边TS也是跟TG两个打野贴 这两个人钱都不多 TGD刷钱方便一些 我们看到VGOS 应该回家拿跳刀 现在 好 果然 拿跳刀了 跳锤 持续帮助一个经典发明 跳锤 直接飞走 看他飞到哪里 飞到中路 过来 隐身 哦 想单杀别人 这个有点难 哎 直接飞过来打野 这个是 很容易把你技能CD耗光的 看给BM留不留面子 继续来 TK 可是没逃成技的哦 在等队友 队友有没有帮忙 后手有没有剑 找机会 我们看到在呼唤 呼唤 在等POM这样的超远距离后手 但是没有来 阿萨阿萨没有理他 这边还在找机会 我看这个TK是不是意识到了 好 好一嗓锤上一个兵 接上A一下 再两刀直接学死了 等NS拿的 这个是被大烧死 这边继续减速 放风筝 锤上了 不管你收起 戳起 F1见着我们要直接逃跑 啊 抛弃的门离你 接着老兄替我顶一炮吧 那我先回家了 我是你们革命的火种啊 火种要有特殊待遇 好 这边准备中国push一波 那么 天灾方也在禁运的野区的眼睛需要补充了 拿完塔估计要补眼去了 眼睛是CW跟POP的最大区别 这边开了C拆塔 不停压TSC在扛塔最大仇困 不停为塔A 他自己是没带任何的补给物品 小心点 蓝还是可以打完的 但是血的话注意点 一体可能这边一个G耗血 SV找机会这边谁的ATP 飞到这里有什么用 这边后路一键没射中 一个冰冰上F1罩住了 但是呢一个G 好 血死了TS 这边也是一个 手高D啊 一个机器人放得很漂亮 直接 但没看到跳得更漂亮 跳走没死 完全没死 这当年跳回无视这种伤害 直接可以用的 跳出这个小地雷圈 小人圈 33分钟 比分15比24 那目前局势 天方完全占优 不过天方有后期 所以说有盼头 当年也是流行4-1 对抗杠克流 不过现在比赛里 可能大家见到都是4-1 这是一个缺点啊 一个缺点 好 那么继续回来 可能大家看多了6.57的快节奏 对于48这种慢节奏 可能不太习惯了 已经 觉得怎么打了这么欧击 攻一次高低这么难啊 57里上高低多容易 但是你发现没这样改的话 高手还是高手啊 没有说把 因为57的改动 把VGOS改成菜鸟了 对吧 高手是线上对抗意识 这才最关键啊 可以说你线上怎么打 极大决定了你 你的这个中期的杠克这么大 第二就是视野 啊 你视野如果有一个好的辅助来控制视野 帮助大家控制视野的话 那么你的意识才可以得到发挥 你没有视野 只靠意识 这是不行的 不行的 没有这么牛逼的意识 好了 那么34分钟我们看到 这边的THD是背着6个假眼 两个真眼 这个太猛了 不过那时候演个现在演不太一样 诶一个大震住了 POM跳过来 二连三连这些秒对阿萨的 那么MM配格也不是吃醋 这边又冰住了 琳娜 吼住跳锤 A一下 果然 你跳过来杀了我的人 我跳锤就要锤死你的人 真的是理尚往来啊 吃到加速TS 不是吃到加速 看他跑的比较迅速啊 当时的也是打打起来惊天气鬼神啊 你动不动就跳去杀个人 25秒CD跳刀 我们注意到当时CD25秒 现在18秒啊 18秒 那么NS不愧世界第一辅助 背着这么多眼 还能背一个二级死刑书出门 这个真的打前辅助两步 我们注意到这会儿好像这个 这个是三层的 现在赶上两层的吧 我记得 这个变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边已经不会刷小野了现在 都刷大野了 现在不会刷这个野 这个野外只有在这个点可能会刷 跳到飞鞋 哎这边回复复 这是一个最喜欢的 这个是最 最容易反杀的 这边也是被 两套锤上 能救一下吗 哎呀 咱们